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人不仅不知道感恩 还会背叛你 伤害你 甚至害你 他们是人性的败类 是社会的毒瘤 是你的噩梦 那么如何识别万恩负义之人呢? 其实他们往往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只要你留心观察就能发现他们的真面目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万恩负义之人的三种表现 千万要当心 一 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 忘恩负义之人往往是非常贪婪和自私的 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感受 他们会不断地向你索取 却从不回报甚至还会嫌你给的不够 觉得你欠他的 他们会把你的好心当成理所当然 把你的善良当成软弱 把你的付出当成傻瓜 比如有些人你曾经帮过他们 给过他们钱 给过他们工作 给过他们机会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感恩 反而觉得你是在利用他们或者是在欠他们的 他们会不断地向你要求更多 甚至还会威胁你 恐吓你 诽谤你 陷害你 他们会把你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 却把你的过错记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人你越对他好他越不把你当回事 你越帮他他越万恩负义 他们是无底洞永远填不满 他们是毒药与沾阅毒 所以你要懂得适可而止 不要让他们占了你的便宜还得了你的气 你要明白帮助人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你没有义务去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 也没有必要去忍受他们的无理取闹 而猜忌多疑心怀叵测 忘恩负义之人往往是非常狭隘和阴暗的 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 对别人没有信任 他们总是怀疑别人的动机 总是觉得别人对他有所图谋 总是觉得别人在利用他或者是在欺骗他 他们是典型的阴谋论者 他们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他们把别人的好意当成恶意 把别人的真心当成虚伪 比如有些人你曾经对他们很好 给过他们关心 给过他们帮助 给过他们建议 但是他们却不会感激 反而觉得你是在套近乎或者是在暗示什么 他们会不断地猜疑你的目的 甚至还会怀疑你的人品觉得你是在隐藏什么 或者是在骗什么 他们会把你的善意当成陷阱 把你的真诚当成谎言 这样的人你越对他好 他越不相信你 你越帮他 他越猜忌你 他们是疑神疑鬼 永远不安 他们是自寻烦恼 越想越乱 所以你要懂得保持距离 不要让他们影响你的心情 也不要去试图说服他们 你要明白世界是充满美好的 人心也不乏善意 关键是看你怎么看待 如果你总是抱着负面的心态 就很难感受到别人的温暖 也很难怀有感恩之心 三自以为是不知好歹 忘恩负义之人往往是非常自负和愚蠢的 他们对自己过于自信 对别人过于轻视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强的 别人是弱的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高的 别人是低的 他们是典型的自以为是者 他们不听别人的劝告 不接受别人的批评 不尊重别人的感受 不理解别人的苦衷 比如有些人你曾经对他们很好 给过他们指导 给过他们支持 给过他们机会 但是他们却不会感激 反而觉得你是在教训他 或者是在压制他 他们会不断地反驳你的意见 甚至还会嘲笑你的能力 觉得你是在炫耀什么 或者是在威胁什么 他们会把你的指导当成干涉 把你的支持当成负担 这样的人 你越对他好 他越不灵情 你越帮他 他越自以为是 他们是不知进退 永远不满 他们是不知好歹 越走越远 所以你要懂得放手 不要让他们拖累你的步伐 也不要去期待他们的改变 你要明白 人生是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的 如果你总是固执己见 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和建议 就很难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也很难怀有感恩之心 总之 忘恩负育之人 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隐患 他们会让我们失望 让我们伤心 让我们后悔 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他们 远离他们 不要让他们影响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记住 人生在世 要懂得感恩 要知道回报 要珍惜缘分 要交真心的朋友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幸福和美好的人生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忘恩负义之人呢 其实我们不需要去恨他们 也不需要去报复他们 因为那样只会让自己 陷入更多的痛苦和纠结 我们只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就可以让自己远离他们的伤害 也可以让自己更加成熟和强大 以保持清醒 不要被蒙蔽 忘恩负义之人 往往是非常狡猾和虚伪的 他们会用各种手段 来骗取你的信任 利用你的善良 占你的便宜 他们会装作很可怜 很无辜 很需要你的帮助 让你同情他们 帮助他们 他们会装作很感激 很诚恳 很尊重你的意见 让你信任他们 支持他们 但是这些都是他们的伪装 他们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利用你达到他们的私利 一旦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 或者发现了更有利的对象 他们就会立刻变脸 抛弃你 甚至还会伤害你 污蔑你 背叛你 他们会把你当成垫脚石 当成工具 当成敌人 所以我们要保持清醒 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 甜言蜜语 美言良语所蒙蔽 我们要用理智的眼光 去看待他们 用客观的标准去评价他们 用实际的行动去检验他们 我们要学会分辨真假 辨别善恶 辨明是非 我们要明白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量言行不一致的人 不值得我们的信任和友谊 二 坚持原则 不要妥协 忘恩负义之人 往往是非常无耻和无赖的 他们会用各种理由来逃避责任 推卸义务抵赖事实 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来解释他们的错误 辩解他们的过失 掩盖他们的罪行 他们会用各种手段来威胁你 恐吓你 诱惑你 让你屈服于他们 迁就于他们 他们会把你当成软柿子 当成靶子 当成敌人 所以我们要坚持原则 不要妥协 不要让他们得逞 不要让他们欺负 我们要用正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用法律的手段去制裁他们 用事实的证据去揭穿他们 我们要学会拒绝 学会抵抗 学会反击 我们要明白 人要有底线 有尊严 有原则 不能随便被人欺负 也不能随便被人利用 三保持自信 不要自卑 忘恩负义之人 往往是非常傲慢和自大的 他们会用各种语言来贬低你 侮辱你 嘲笑你 他们会用各种眼神来轻视你 鄙视你 瞧不起你 他们会用各种行为来挑战你 打击你 伤害你 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比较你 超越你 压倒你 他们会把你当成失败者 当成弱者 当成敌人 所以我们要保持自信 不要自卑 不要让他们影响我们的心态 也不要让他们破坏我们的信念 我们要用积极的心情去面对他们 用优秀的能力去回应他们 用成功的成果去证明给他们看 我们要学会自爱 学会自强 学会自信 我们要明白人要有自信 有自尊 有自我 不能随便被人看清 也不能随便被人打败 总之 忘恩负育之人 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敌人 他们会让我们失去信任 让我们失去友情 让我们失去自信 所以我们要学会对付他们 远离他们 不要让他们毁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记住 人生在世 要有信念 有友情 有自信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战胜他们 也能战胜自己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